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压缩黑旗的这个扣 黑旗奋旗反击挖一个 觉得退或者扳的话都有被白旗借用之嫌 所以呢 黑旗这个挖应该说也是在这个这样一个局面下 想要去走 想要去反击的这么一手旗 那为什么挑这么一个节点给大家分享呢 就是因为接下来的这个白旗的下法呢 是可以说跳出了我们思维的这么一个常规 而且呢 也是下得非常的精彩 在这样一个局部当中 当然我们还是要先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局面下 白旗的正常的下法 假设面对对方的这一步反击 白旗给出的应对方式呢 正常情况下两种 一种就是从外边这个打吃 我想这都是我们大多数旗手的第一杆 那这样打吃的话 黑旗接上 选择权依然是留给白旗 如果说这个子还觉得很重要要接住 但是毫无疑问会因此把自己的旗变得非常的重 给黑旗留下的下一手旗这一段呢 又是非常愉快的 所以白旗可能多半是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接 那他如果沾这个 就意味着这个子的话 现在就是肯定是不能救了 当然黑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现在也不会去吃你 因为他要做的只是说 先手把你走中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问题给走好 你看黑旗呢 想要动手以后也是从这个这边 比方说加过来 这样整体的把白旗断开 然后再攻他 所以白旗实战他觉得如果这么下的话 就违背了之前他靠压一个想要这样先手压缩黑旗的这么一个初衷 因为现在记录了后手还把自己给走中了 所以其实我想黑旗的这首旗挖一个跟白旗子后的这个下法 其实都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在旗上的这种反思和启示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一种想当然的旗一种必然的旗 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停下来 想一想究竟这个时候最有力的方式是什么 而不是我们常说的随手旗 就想当然就跟着对方应 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是进入到对方的这每一个这个圈套当中 也就是我们经常跟旗友下指导旗的时候会劝诫我们的旗友们 千万不能跟着上手走 这样的话你就会被他牵着鼻子 你没有了自己的没有了自己的思路 没有了自主 那很有可能你这个旗就是完全就陷入到被动的状态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高手的旗 比方说对方的一个点次 你看似这个旗只有一种应对方式 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在思维上的不同 那高手呢他的第一感绝对是先考虑反击 而不是考虑这个老老实实的不断 作为我们的旗友来说 当然不能跟这个职业高手一样去这么高要求我们的爱好者 但是不妨呢去借鉴和欣赏一下 一些这种思考的方式和取舍 那白旗我们刚才说了 打在外面不满意 那还有一种下法 一种常规的下法就是反击 打在里面 当然了这首旗是黑旗在袜的时候 就要去考虑的问题 因为你当你在选择反击的时候 你必然自己的这个 我们常说就像是你 这个在武功当中啊 如果说你要出拳的时候 你必然先要把自己的这个马步扎稳啊 要把自己的这个底盘扎尖是这样的话 才不会有被对方有这么一个空隙去抓住你的弱点 那就是说你在自己出拳的时候 一定要先确保记手旗 没问题 对方这个反击不成立 才能这么下 所以其实实战黑旗挖一个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考虑过白旗如果从这打会发生什么情况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因为这两个子离的黑旗非常近 所以白旗要想在这边去做这样的文章的话 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比方说你爬一个的话 黑旗顶住 这个杀气很很明显 如果说从这退一个的话 这样黑旗可以先顶一下 白旗长黑旗再拐 杀气依然是黑旗气长 所以如果说直接从下面反击 这个旗呢是不成立的 但是并不代表这样的手段 这个不成立并不代表白旗 就不能够考虑去反击 我们刚才说了 围旗其实很多时候你在出拳 在攻击的时候就是一把双刃剑 你描着对方的弱点 你会把自己的这个弱点 会暴露给对方 而黑旗刚才这两子比较近 可以是黑旗帮助他杀气的一个优点 但同时呢也有可能成为被白旗利用的缺点 关键就在于 你怎么去考虑 你怎么去选择 或者说你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捕捉到 这就是白旗利害的地方 李适时的这个这位骑手 我相信我们骑游们是非常熟悉了 我们都知道韩国骑手的风格是非常善战的 那在这个善战的一个大的环境下 这么一个前提下 每一个骑手又有他属于自己的风格 而李适时呢 他不仅在战斗力方面非常强 他呢是具有自己的天赋 在这种时候 他具有超出常人的这种捕捉对手 缺陷的这种敏锐的能力 就像这个鹰一样 有鹰一样的眼睛 能够洞察到对方的问题 所以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他既没有从上面吃 也没有很直接的在这反击 而是非常跳跃的 在这点一个 往这点一个 对于黑旗来讲 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选择 老老实实接住 那这个时候呢 白旗再动手 从这一吃 跟刚才的这个变化图来说的话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黑旗也依然这个 这一手机肯定是不能被白旗提掉的 然后呢 白旗再吃 其实这个时候 如果白旗粘住的话 这个杀器 是 可以说 如果黑旗挡住 这个杀器已经 黑旗是凶多吉少了 白旗从这打完了 然后一顶 这里面究竟是谁杀谁 应该说 投给黑旗 投给白旗的票会更多 但是 白旗实战的这个下法更狠 它从这儿吃出来 这样如果你黑旗好 那白旗它是可以从这儿接住 如果你走这儿它直接 二路搬过了 所以实战呢 黑旗吃 白旗提掉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子做接应以后 白旗这儿打过来 它可以尝出两口气 而这两口气 事关重要 因此黑旗它不敢把这个子再跑出来了 当然 黑旗实战的这个应对呢 也是 很强硬 从这儿打吃过来 因为这个时候 黑旗本手是吃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旗友在这个 进攻对方的时候 会忽视一个问题 就是对方的这个眼威 而作为 职业棋手来讲的话 他们对于这种眼威是 非常的敏感 这个旗它一定要求的是 打吃你 白旗接住 完了以后呢 我再补 这样黑旗可以满意 它可以先手把你的这个 眼灭掉之后 白旗在这个局部 它摆不出两个眼 那即使 黑旗想 你就算把我这个空破了 但是呢 你还是一块姑旗 那我们互相牵制 这个旗也还早 也并不是说 你把我这个空破掉 白旗就优势 而同样呢 还是我们最开始 说到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觉得是 对方在叫吃我们 或者说在点刺我们 这个断点 在我们认为是 必然去要补的 这些地方呢 但是呢 在高手的眼里 却并非如此 高手一定是 以一切以子孝 为这个基准 所以他认为 这个旗如果说 我在街上的话 或者整体的 这么一个形状来讲 它的效率太低了 不能接受 所以打吃的时候 把一些强行贴出来 一定要把这手旗 省出来 这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局部里面啊 这么寥寥束手旗 就会产生 这个高手 会有这么多 丰富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那当然黑旗 肯定要提了 否则 黑旗也找不到下一手 白旗 再长 这样 其实白旗 并不是说 一定要把你 这两边分开 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 能够 把 这个子啊 就是 你挖这个子 我整体的能够起到 一定的 对这块旗的一个压缩 或者说 我把这一块旗 自己走畅 因为现在全排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局面 其实 非常有意思 就是在于 它没有其他更大的 更有价值的空间去走 所以双方才会在 这个局部 进行这么一个揪斗 而白旗之所以 它 愿意这么下呢 也是因为 当初黑旗在这儿 花了一手旗 如果这手旗 不是对 自己中间这块 能够产生 这个 比如说 违控 或者说 攻击白旗的话 那这手旗 它放在这儿 其实就是 很落空的 毫无疑问 不如把这些子 放在 更接地气的 三四线上 这起码是 破了白旗的空 所以也是基于 这个考虑吧 白旗 觉得在中间下旗 还是很有必要的 那这个时候呢 白旗 长 然后 黑旗 再打吃 白旗 提 黑旗 度过了 黑旗 就想一想 这个旗 既然我在外边 不好补 那我就 把这个旗 索性 度过 算了 当然 白旗也可以 满意 在这样的一个 环节里面呢 它把自己 走强了 走厚了 然后呢 强调你黑旗 这个子放在这儿 你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 无用的 习 强调你这个子的 子效 下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局部里面 其实 双方都是在 围绕着 子效 做文章 每一首期 期望 把自己的 这个效率 发挥到最大化 而此呢 在这么一个 小小的局部 能够产生 这么精彩的 这么一个片段 好了 各位旗友 这盘旗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奇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一盘旗 它的重点呢 是 让大家欣赏 高手是如何采取 这个 比较高级的这种 攻击的策略 这盘旗取材是 2016经历 为假手机杯的 一盘对局 是我们国内的 两位高手 直黑旗的一方呢 是 古力九段 直白旗呢 是一位相对来说 比较年轻的旗手 孙腾宇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整体的局势 其实 旗盘上 其他的地方 相对来说 都走得 比较清晰了 这个脉络 那 留给 白旗现在去 需要思考的空间 现在是 轮白旗下 白旗需要思考的空间 就是 对于 黑旗的这四个字来讲的话 白旗有想法 但是呢 如何能够把它 付诸行动 也就是说 现在白旗如果 比方说 直线的攻击 把黑旗分段 比方说 从 这边 跳一个 那 黑旗 他就 从这儿 小飞 出来 黑旗 似乎 虽然看上去 眼位还没做出来 可是呢 他的这个头 四通八达 白旗只要 没办法把 黑旗封进来的话 那么 这个 作战 还是 比较吃力的 也就是说 白旗如果 现在用 直线型的攻击方式 不能够 达到一个 比较有效的 这么一个结果 因此 其实 我们都说 这个进攻的时候啊 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 用最直线的方式 去吃对方 还有一种 就是你在 进攻的时候 通过攻击来获利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 白旗 这么去进攻 获利点 找不到 他不知道 要从中 怎么去获取 这个利益 那这个时候呢 白旗此后的下法 就 非常的 有想法 他进行了一个 全局的思考 因此我们 其实一再 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 反复说的问题 就是 当你在一个局部 去进行 计算的时候 你更应该 试着把这个 视野 打开 看一下全局 那这个时候 白旗呢 我们可以说 是最风之一 不在酒 也可以说 是白旗 下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 这个构思 是 非常的有深意 很有远眸的 这么一步棋 他呢 先在左上角 加一个 问一下 黑旗的应手 这时候 黑旗 有 两个下法 一个呢 就是 实战的吃 还有一个 就是立下来 那 如果说 立一个的话 白旗这个肠 就有先手味道 黑旗觉得 再被白旗 尝到一下 不如 让白旗把这个 先手啊 就放在这儿 比放在这儿 对于黑旗来说 会更有利一点 所以 实战呢 白旗加的时候 黑旗 抱吃 那接下来 白旗要做什么呢 一定要注意 白旗从这儿 加一个 并不是说 他要破黑旗控 不是说 要把这个字 救出来 比如说 从这儿 煎出之类的手段 这样黑旗是不怕的 他就 跟着你走 从这儿跳一个 那 破掉了黑旗 在这一代的话 石木旗左右 然后 白旗还自己 多出来一块 古旗 如果你跳 黑旗 没准 这么一飞 还顺势 把自己原先 这个 中间的 这一块 古旗 连后了 白旗为了破 黑旗 石木旗 损失掉了 一个可以去进攻的目标 这么一个 这柄买卖啊 不划算 那白旗想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 实战呢 白旗 靠一个 通常情况下 我们看到这个 把旗啊 往天上走 一般来说 就是 想 强调 这个 中府 比如说 唯控 或者说 注视 那现在其实 看了这条旗 可能大家已经逐渐能够 明白白旗的 这个意图了 不过具体的交法 还要跟上 所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呢 黑旗 当然了 不管 这个时候 黑旗是否意识到 白旗的意图 那这首旗 一般呢 还是得走的 毕竟这个 适可忍 孰不可忍 而且 现在的这个 目数 本身双方之间的差距 并不是很大 所以 如果说黑旗为了 顾忌这块旗 而不管这个字 那显然 这个白旗整体的 这个作战 就成功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攻击获利 它能够以此来威胁你 让你 比如说 你这样去 把自己走好 那 白旗在这一般 这就是 它攻击所获的利益 黑旗 先搬 那白旗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 在有了好的构 前例下呢 也必须 跟上你的实际手段 断上来 其实 这个靠了和断一个的下法 它是 本身就是一种 一个连贯性的一套组合拳 那这个时候 白旗的这个下法呢 它更加的成立 是因为它有了这个字 做接应 这样我们可以在 这个后面的情况下看到 这个为什么这么说 实战呢 留给黑旗的这个选择 其实并不是很多 它一方面 其实黑旗 其实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旗的危险性 就是 白旗 它等于是在这个 在这个上面 看似是漫不经心的 在跟你走旗 其实 它是 我们可以说是 唯位救赵 也可以说 它是在 暗度陈仓 总之呢 在三十六级当中的 这么多条 计谋当中 嗯 可以用此来形容 白旗的 这种下法的 还是 可以 非常贴切的 因此我们都说 这个危险 其实就是 兵家的 这个战略的游戏 但是 其实 说到这儿 对于 白旗的 这个下法 而黑旗 它没有更多的 去选择 就是这个 高手 它 强的地方 就在于 明知道啊 我这么下下去 跟着你的意图下 我可能 逃不到好果子吃 可能这个结果 很快 很坏 但是我也没有 其他更好的选择 去走 黑旗很无奈 它只能 打吃 这样我们会看到 当初 白旗 这个 加一个 它在之前 埋下的 这个伏笔 给自己 带来的好处 走完了以后 黑旗这儿爬 我们看 白旗 它都下得 非常的清楚 虽然 这样的交换 对于白旗 上面的木树 是非常损的 但是为了 一个大的前提 它可以 在一定意义上 有所舍弃 所以我们 下期不是说 每一处 都是处处 必争 因为 维席本身 就是在 这样的一种 可以说是 有舍 有德 这么一种 辩证的关系当中 去存在 去寻求 它的一个 平衡点 而不是说 你处处 都能够 占到便宜 只有一种可能 如果你处处 都占到便宜 那显然对手 跟你本身 就不是在 同一个水平线上 所以 你才能够 每一处都 能够下成 自己 最想达到的 这么一个结果 那所以 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骑手 他们一定会 有这么一个 你来我往 有舍有德 这么一个过程 关键就是在于 你来怎么去判断 来怎么去 权衡 白旗舍弃了 自己边上的空 他想要的东西 更多 就是在于 把 黑旗 这样压缩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白旗用了 只用一种 手段 渐渐的 把黑旗 这个回家的路啊 把它给 断掉了 而他想做的是 不在这儿去花 这个 更多的手术啊 不是单纯的 就是 往这走一个 他要做的是 我们可以说是 润雾细无声的 去威胁着黑旗 让黑旗心里面 很发毛啊 但是现在 他也 脱不开手 只能跟着走 然后呢 黑旗再一打吃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白旗当初这个子 带来的这个 作用是非常大的 一个呢 是 如果没有这个交换 黑旗他 打了爬 连回去了 那 白旗在这边 他的这个 可以 给自己 后续带来的借用 还是 不能够满意 可能还要再 花一手旗走 那就是 无非就这儿 多了几个子 这儿多了几个子 是以 损失掉自己的 木树为前提 那可能 白旗这样的话 如果是最终 只能后手 在这儿 继续分段 黑旗 那他可能就是 把自己逼上了 一定要杀黑的 这么一条道上 这不是白旗 最开始所期望的 所以旗呢 下的是 很灵活的 我并不是说 一定要吃你 但是呢 我会给你带来 最严厉的 每一个 打击 和最大的威胁 有了这个交换 现在黑旗一呢 他不能从这儿吃 二呢 他打吃完了以后 爬不过去 但是他又不能 不去吃这三个子 因为关系到自己 上面这几个子的 死活问题 所以 他得走 必须得小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虽然黑旗通过这个 小间 把白旗三个子吃掉 但是 给自己带来 这个旗形上的问题 实际上是 非常多的 白旗可以在这儿 充分的 利用 借此呢 来施展 后面的这个手段 这就是白旗 最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实战后来呢 白旗 先拐一个 这样 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自己的 这个 物数上的损失 同时呢 把黑旗的气 给收紧 因为只有 把黑旗的气 收紧了以后 才能 强调 这三个子的 重要性 然后接着呢 白旗 再从这 一小飞 那这手旗 并不是 跟我们刚才 最初 没有把这些 变化图的时候 这么一个 后手 来把黑旗 断掉的 这么一个 这样一个 结果 而是呢 现在跟刚才 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 有了这一飞 以后 在这个局部 白旗 产生的手段 比方说 我现在一挖 黑旗怎么办 这个挡 还是先手 我可以先 把你断开 然后再一挖 黑旗 如果 吃 很简单 白旗 吃 这个已经 沾不回来了 如果吃在外面 白旗就沾住 你一沾的话 白旗再一吃 黑旗提 白旗打 吃了 这一打 如果你 你黑旗 沾我这一提 那后面 实战进程 也是如此 但是这等于是在 黑旗的这种 非常重要的一个 空间 一个领域里面 白旗下出了一个打结 而对于这块旗 黑旗还没有办法 一手旗 把它走好 这就是白旗的 厉害之处 藉由攻击你为一个目标 但是呢 我又不是这么直线的给你带来这种压力 而是很看似很柔和 实际上给到你的这个压迫感 确实最强烈 这样一飞 后面的这个进程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此后的这个下法实战呢 也是非常的精彩 但最终呢 还是白旗 由此获得了这个战略上的成功 结果也获得了最终这个 获胜的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 意料之中的结果吧 因此呢 在这个局部当中 可以说是奠定了白旗最后 获胜最重要的一个正确的战役 好的 那么观众朋友们 这盘旗呢 也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